随着河南出台外国人144小时过境免签新政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河南 观历史遗迹,赏自然风光,体验传统文化 来自白俄罗斯的外籍友人李维他 选择到古都洛阳,看名圣,贫美时,穿汉服 沉浸式打卡这座千年古都 我们第一站要去公募博物馆 他被证作是中国的金字塔群 我很好奇,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我没想到这里竟然有这么多人来参观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外国人呢 鲁蒙是故事,世界文化遗产 你看这个博业会毕业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听说这是一位皇帝为他父亲建造的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的很多,很厉害的 这些小人看起来很胖胖的,好可爱啊 你知道吗,这个叫牡丹瓷 洛阳地贴卡上去都是文化,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的,说洛阳小吃最多的一个地方 值得来尝一尝 这个看起来很脆,大家体验一下 好吃 这里是中国唯一女皇帝登记的地方 看起来非常的雄伟 如果你们来洛阳打卡一定要来这里啊 这个地方全是韩服 你来到这里穿韩服别人不会觉得奇怪 这些都是来拍照打卡的人 如果你想拍出妹妹的照片一定要来到这里 走 这就是洛阳 在这144小时里,我看了石库,吃了很多小吃 还体验的中国的汉府 我感觉洛阳是一座非常包容的城市 这里就像古代的唐超一样,有非常多的文化交流 电影 想